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姜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人类俗称的鬼这个名称 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是因为今天在帮一群孩子们上静心的课程 那通常我在训练孩子静心的时候 会希望孩子先从眼睛闭上 然后我去观察他们的眼皮 有没有乱动 眼珠子有没有乱动 来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有放松 有没有静下来 那今天呢 第一轮是先从两分钟开始训练 刚开始是请他们 就是头抬起来 然后眼睛闭上 然后去观察 两分钟过了 那我再问问孩子 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 那因为这些孩子之前已经有上过课了 所以他们大概知道我要讲了什么 那有些孩子就跟我说 他有看到白色的光点 或者是有孩子看到蓝色的光点 或者是有些孩子是看到类似像云的状态 那我都接受 那我也都用很正常的口吻去跟孩子做 说明 然后呢 我今天进到第六 六分钟 二加二加二 六分钟的时候 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好像六分钟的时候 就是中间有孩子 到第二关的时候 就四分钟的时候 孩子跟我说 老师我想要这样子趴着 就是眼睛放在那个手臂上 他觉得这样比较好放松 OK 那我今天就尊重孩子的决定 所以就让他们那一关 六分钟那一关的时候 是趴着的 那我一样会在孩子的身边 旁边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观察孩子是不是真的有放松 因为在完全放松的那个呼吸状态 你可以观察得出孩子的 是不是真的是他有静下来 还是他是浮躁的 如果他是浮躁 他可能手啊或者是脚 可能某一处就会乱动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抠指甲 一直抠指甲 或者是就是他那个身体呼吸的起伏 会比较快一点 那就是没有放松 那我就会在旁边边观察 然后边跟他们说 我们平常要懂得感恩啊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宇宙啊 然后跟大宇宙去做连结 然后只要我们心中是正能量的时候 我们吸收就是正能量 然后当我前面前倒 讲完话的时候就开始安静 只是在旁边走来走去 然后等到时间到 我就说时间到 然后突然有个学生弹起来吓一跳 然后他就说到 然后我就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一直揉眼睛一直揉眼睛 其他孩子也开始慢慢起来了 我就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时间到 然后我就说谁 他就跟我说鬼 然后我就说谁 然后他就跟我说鬼 他说他看到鬼 然后我就说 哦那请问鬼长怎样 然后他跟我说 他没有眼睛 我说很好 然后呢继续说 他说有嘴巴 他穿白色衣服 黑色的裤子 我说很好 我说然后呢 然后他跟我说 他问我从来这边干嘛 然后我说那你说什么 他说我来这边上进行课程 然后我就说很好啊 那继续说 然后他就说 嗯 他问他 我忘了孩子 这中间我们在聊什么 然后最后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吓到 就是弹起来 就是我说时间到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头弹起来的 他跟我说 因为你在说时间到的时候 他在那个鬼也跟他说时间到 然后时间很 那个声音很大 然后他就吓一跳 然后整个就弹起来 因为我前面是安静嘛 前导话讲完之后 中间到后续是安静的 我只是在观察孩子 然后我只是在看时间到了没有 我没有用倒数的方式 我时间到我就说时间到 这样 然后他就跟我 他就弹起来 然后跟他聊 跟他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顺便教导孩子 其实我在练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不太会用鬼来称呼鬼 我以前还没有练习到一个阶段时 确实是跟一般人类一样 觉得比较不可思议 比较灵异的 就会说我遇到鬼了 我看到鬼了 但实际上 我跟孩子们说 鬼是我们人类给的名称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尊敬的名称 称呼 孩子有点不太懂 我说你刚刚有感觉他对你有恶意吗 然后他说没有 我说其实那个不叫鬼 我说你称呼人家鬼 就好像我称呼你 叫流氓 你是流氓吗 然后孩子说不是 我说流氓只是老实比喻 但是你不是流氓吗 对不对 孩子就说对 我说对 所以鬼是我们人类给他的一个名称 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么带有尊敬之心的一个名称 所以当你这样称呼他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这么好 我这样跟孩子说 那我就说 再来他没有恶意也没有要攻击你 你就说人家是鬼 就好像你跟我不认识 我直接看到路边的人 我直接说你是流氓 你觉得对方会不会不开心 他说会 我就说对了 你也会让人家觉得不开心 明白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他 你们可以称呼他 天使也好 存有 存在的存 朋友的有 或者是存在的存 有没有的有 或者是你要称呼他守护神也好 然后他跟我说 可是他没有眼睛 我说对 因为在那个世界的好朋友 他可以用任何形象来呈现 我说光点也是一个呈现 我说刚刚有其他小朋友看到白色光点 蓝色光点 这也是另外一种呈现 他们才恍然大悟说 原来他们嘴巴说的鬼 其实是用很多种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我就说 那一般来讲 我顺便跟孩子教导 我们一般的存有 不太会去伤害人类 反而是人类有时候会想要去先伤害对方 那有小孩子有点不太懂 我说就好像 有没有常常有时候听过大人说 去那个 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鬼啊 我说你们有听过大人这样讲吗 他们就点头 我说这样子用意是不是 不希望你们去那边 然后你们会遇到鬼 就是遇到比较不好 比较不干净的东西 对吗 那孩子说对 我说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对你是保持善意 那他搞不好是你的守护神 只是跟在你身边 想要保护你而已 然后你们却觉得他是有敌意的 对吗 那孩子听完我讲完 他们大概能够明白 然后也不太 我就跟他们复习嘛 我说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称呼人家是鬼 那你们也可以说 我说现在你们开玩笑的说 阿飘也好 我觉得那个 那个还比鬼来的好 然后我说但是 真正来讲 你们可以称他为天使啊 或是存有 我觉得那样子 对 让对方会感觉 你们是比较喜欢他们 或是尊敬他们 那如果他觉得 你觉得他打扰到你了 你也可以跟他心里面 跟他沟通说 对不起你打扰到我了 那因为你是带着尊敬之心 其实对方也会很礼貌的离开 了解吗 所以 我在还没有练习的时候 一样跟人类一样都会说 有鬼 有鬼 然后但是现在不会这么说了 我会说有存有 或是有天使 或是 看不见的万物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给我们看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很妙 今天用这个小小的影片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人类给的那个名称 鬼 这个字 其实在那个好朋友的听来 是不是那么舒服的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的朋友 就以后呢 有遇到一些比较不能解释的事 那请你们用存有啊 或是天使 甚至守护神来称呼他们 或是看不见的好朋友都可以 就是不要说鬼啦 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程度 然后让自己在现在的这个 我们看得到的空间 跟看不到的空间 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平和 OK 所以今天用小小影片 跟大家分享 聊一下 就是我们人类 俗称的鬼 了解吗 I love you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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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